你怎么问我 小姐 你怎么问我 你怎么问我 给钱给钱 还没给钱呢 没 没 给钱 我说我说我说 不是这样小孩吗 男人东西不给钱 你没爹没妈呀 把你爸叫过来 说 谁让你干的 不说我打你屁股 不说 犬子 你傻呀 明明是姐姐干的 你举手干什么 姐姐 我怕你不带我玩 这就对了 以后好事都是姐姐做的 坏事都是你做的 明白了吗 只要姐姐带我玩 我都可以 那你再把我刚才说的话 重复一遍 坏事全是犬子干的 好事全是圆圆干的 对了 走 姐带你玩去 男人好 你好 住鸭犬啊 男人好 你们好 你去 把炮点着了 扔进去 就不敢了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正才带话你全都忘了吗 老师会骂的 我有家里去给我撞的 爸爸妈妈一定会骂我的 又姐挡着呢你怕什么 到底去不去 你老师的屁股会炸烂的 我只叫你把炮扔进厕所里 又没叫你炸烂它屁股 走 紧着你一块儿去 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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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干的 你给我过来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 是不是你干的 你给我到办公室请 你个死还逮着 你给我到办公室 过来 老师 老师 这个孩子我管不了 学校这么多孩子 就没有嫁过 像这个样子的孩子 我 我跟你们说 你们家长是有责任的 有很大的责任 把孩子带回去吧 学校成不下大佬 老师也管不了了 好不好 老师 我就没有嫁过 这个样子的孩子 你得好好教练 您消消气 你样子 你慢点 你叫人呐 你笑话 行了 行了 你不问他就行了吗 行了 站好 你说 都干什么了 圈子 你跟妈好好说 这肯定不是你干的 是吧 就是我干的 这孩子 是不是 袁姐让你这么干的 跟袁姐没关系 就是我干的 那 鞭炮哪儿来的 买糖糊呢 王婶那儿买的 霍柴呢 从家里拿的 这 兵炮到底哪儿来的 姐姐 难得 不是 不是 妈 妈 我说错了 就是王婶那儿买的 你看 你还不说实话呢 肯定是原理小子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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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 今天不会写啊 史彤彦是长来找我了 让你当当点事 怎么就那么难啊 没有 今天爸妈们都给我逼抢脚去了 还有连二钢子我都没说是你干的 都说是我干的 那大妈跟你说什么了 我妈先说鞭炮从哪儿来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自己买的 还有呢 还问我火柴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家拿的 这样总可以了吧 那我也不给你喜主意 你得给我钱 我有五毛钱 昨儿题目是什么 我的父母 钱放下 本放下 人走 钱 真好 同学们 今天呢 老师来分享一篇作文给大家听 题目是父亲 我的爸爸是一个赌徒 他每天就知道赌 他把家里的东西都赌没了 我们家好不容易有个电视机 也被他赌没了 我们家的沙发也赌没了 就连我们家的录音机 也都赌没了 妈妈为了挽救我的爸爸 出去卖鞋了 可是我的爸爸他仍然不知道悔改 我就想 老师啊 救救我的爸爸 救救他 给他一个改过自行的机会 让他回头是岸 阳光灿烂 这条作文就是咱们爸同学 始终权的 始终权同学啊 老师我呢 一直不知道你们家 老师原来是这么个情话 不过你放心啊 老师在这个地方也表个态 老师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努力 来帮助支持你们家 当然呢 在这里我也号召咱们 全班的同学 伸出一把援助之手 我们一起 帮一帮始终权同学 大家有没有决心啊 有 有 声音不够红量 有 这个父母呢 是孩子的榜样 那这孩子呢 是咱们以后的希望 不是你以后 能不能不赌了 你要一直这么赌下去 有家就不是家了 你这妻子都出去卖血去了 你 我 你就看看这个老人 那么慈祥 那么和蔼 你看这头发都摆了 你们再看看孩子 刚九岁 人生刚刚开始 人生刚刚开始 以后的路还很漫长 那 你就给我个同学话 你到底还赌不赌了 你到底还赌不赌了 你就一直赌下去 他老败血 这真不是个事啊 这不是个事啊 这不是个事啊 好事啊 是 圈子 快站着 你快站着 圈子 圈子 你快站着 他怎么要陈着呢 没有 没有 老师 你不说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妈 你别着急 你给我出来你 你躲在这儿你 我叫你信 我叫你信 你着急 谁信的 圈子 谁信的 找我呢 你快找我 我打死你 你快找我 快找我 我打死你 来 竖琴给你贴下来 怎么了 竖琴 竖琴 你找我找我 你找我找我 圈师傅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 我先走了行吗 好 你先走 圈师傅 等您的 嫂子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别生气 有什么话慢慢说 是不是我们家圆圆 又欺负全子了 你家圆圆 可把我给害惨了 我告诉你吧 她居然 把老师的屁股给炸烂了 那裤子上面 炸的全是窟窿 害得我跟你哥 满世界的 给老师买裤子去 你知道那可是毛料的 花了我们俩半个月工资呢 这还不算 我们还低三下四地 给老师赔不是 还有啊 他还在作文里 咒我们 说你哥 是赌徒 说我 说我都卖血了我 你笑什么笑 你说我这脸往哪儿割啊 我 我恨不得钻地缝里去 那老师都来家里家访了 你说这个小杂种 把他十佳人的脸 全给丢弃了 哎哟 嫂子 你骂我什么都行 你骂她也行 但是不能说她是小杂种 她不是小杂种 是什么呀 你说一个女孩子 她什么坏事没做过呀 这是好女孩做的吗 她把那个 那个炮仇 居然把那个炮仇 扔在厕所里 把老师的裤子都打烂了呢 你还护着她 你再不管 你再不管 这孩子还不定 惹多大的祸呢 她还 嫂子 我知道 我向你保证 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她 我就是把她屁股打烂了 要让她知道 她以后不能调皮到蛋 我一定让她 当面向你承认错误 好吧 今天就到这儿 以后 别到我们单位来闹了 我 那你真得管啊 那